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向2005年3月开始交往的中国籍女友许之会借来的 但台北地减署还原她与女友之间的通讯软体对话 发现两人是从2016年11月才开始交往 记者黄耀征社 王炳忠于2014年生日当天 曾在脸书许愿要摆脱处男 当时他留言 回想27年的今天 老爸老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认识 当时他们喝了很多酒 忘了做好防护措施 就这样让一个美人挺生 相信这不只是生日 更将是人生新一阶段的开始 我要摆脱处男 王炳忠贴文不久 之后随即被中国网友爆料 王炳忠结婚了 王炳忠则挑战2015年11月11日光棍节当天 透过微博澄清 竟有不明网友说 王炳忠结婚 真要把我害惨了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有何凭据说我已婚啊 这不澄清可真不行啊 后来王炳忠卷入周洪旭共谍案 当检调质疑他的巨额美金从何而来时 他便称一部分是他在中国出书的稿费收入 一部分约3万美金则是他向女友所借 并指他与女友是于2015年3月开始交往 是那时他向女友借来的钱 然而 检方还原他与女友直经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 却发现两人是在2016年11月间才开始交往 两人是因王炳忠当时在中国出书 许女担任该书的策划而结实 因此不再信王炳忠的说辞 找到这儿了 乌丹 在这里 看了 在这里 拍张慈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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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 给 词皮 对 骂 其实 所以